蔡建群57岁 至今未婚 现居长春市 吉林省图书馆退休 退休金2600元 住房面积64平米 平时在这儿是 打网球 打网球 我根本的大哥打网球 我以为你说打网球 是那个网球盘顶上挂个球 挂绳那么打的 我们在这儿比较最大的 对大的 红娘来的时候 蔡建群大哥正好在南湖公囊 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一项运动 俩人最大就是要求配合你 这个很多人手臂吧 单手或者双手 一般双手打好一些 那你这一早上 贴贱能玩多少时间呢 一般的 因为一棒时到辣时 顶过辣时 一般的六点多钟来 到七点半基本上都走了 那你非常喜欢打网球 我原来打羽毛球 跟他们打羽毛球 打羽毛球或者说得打网球吧 网球那个不是我风险的限制 蔡建群大哥平时没事很喜欢运动 除了每天早上来打网球 还会去社区打乒乓球 骑自行车 如果是雨雪天气 就在公园徒步走上几圈 可是像蔡大哥这样 兴趣比较广泛的男人 应该也不难接触女士啊 为啥到现在还单着呢 那你的这个球友 球伴全都是男士吗 也有女的 女的很少 女的不多 很好 那大哥单身多少年了 基本上就没结过婚 没结过婚 未婚 对 其实在自己 你之前有谈过恋爱吗 谈过 有的是觉得我条件好 有的我觉得人家条件不好 什么样的人 你会觉得条件不好吗 他没工作 老保也没有 我工资也低 我已经因为2600 如果说的 我俩都有点工资 我还可以 那工资那么低 我要靠自己这样的工资 那能活吗 57岁的蔡健群 至今单身 每个月2600元的工资啊 这个条件 让不少女士拒绝了他 即使早在几年前 他也碰到了个 兴趣相投且心仪的人 可惜 俩人因为经济的问题 没能走到最后 那有没有过 就是特别喜欢的 有一个太半年了 要求呢 我得把产权房子 落到我的名下 或者落在他的名下 那现在的房子 是落在谁的名下 不是我的 就是我家那边 我家不同意 我要是有房子有钱 我自己有钱 我自己做主 现在是房子钱 都是那个我父母 是扫盤就是管理 不得跟我母亲商量 一分都不把 给我点 给我点是很少 蔡建群大哥的工资 都是母亲管理的 每个月会给蔡大哥 几百块的零花钱 少则一二百 多则三四百 其实你说我吧 也不咋花啥 我好几天抽一盒烟 没有啥应酬吗 应酬基本没有 那你为啥不想自己 就是找过经济大权呀 我妈妈说是咋的呢 你现在没结婚吧 就总怕我那个乱花啥的 还带你当小孩呢 那可不咋的 总带我当小孩 那你现在知道就是阿姨已经帮你攒多少钱了吗 我不知道 这不是你问我老人 就是觉得好像我要要这钱咋地似的 那母亲自己有那个 没有劳保 就是他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 要是我的钱不够的话 他们可以赞助我吗啥 蔡建群大哥每个月的花销不多 如果真需要买个什么东西呀 超出母亲给的零花钱 也是要向母亲要的 蔡大哥说 他能理解母亲这样做的原因 一是因为自己还没成家 二是因为他也不会管理自己的收入 如果钱都乱花了 等到结婚的时候 什么也拿不出来 可就坏了 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 他从小就没离开过家 一直在父母身边 家务活有哥哥姐姐伸手去做 大事小事也不用蔡大哥来操心 这也难怪他的工资 由母亲来管理 因为在家人的心里 蔡建群大哥还是个没力士的孩子 那自己有没有说想改变呀 想改变 我能够想改变吗 但是现在想改变不是慢慢来 还慢慢来 都57了还慢慢来 我现在想找一个 就是这个对方 就是我俩共同 他教我好好学给你学 完了呢 是复习 就是说的 自理能力都都有 他有 我这自理能力差点 他比我强点 我老老老 年龄就是在 不超过我的年龄就行了 四十几到五十几都可以 工资别少于 两千块钱吧 蔡大哥认为自己平时是个不太会做主的人 既然家里大事小情都是母亲说了算 红娘觉得应该去蔡大哥的家里看看她的母亲 更何况蔡大哥说平时母亲对于她的话都不怎么听 但是同样的事别人要是和自己的母亲说呀成功率就会大不少 没想到一向不太会做主的蔡建群大哥对于联系咱们节目 为她相亲的事啊却没和母亲商量 就在往回走的路上啊 红娘发现 浴室今天可能会有好兆头的喜鹊 你看哥 今天还有喜鹊呢 喜鹊就象征着咱们今天是一个好兆头 对 没准这个结局非常的美满 一个还过来了 你对今天相亲有信心吗 有信心 有信心 都说见到喜鹊是有喜事 浴室的事情可能会顺利发展 蔡大哥带着红娘异性人往家里走的时候啊 还不忘嘱咐红娘说 当着老妈的面啊多说点自己的好话 大娘你好 你好 我是那个今天电视台生活频道原来不玩的红娘 然后我们这都是那个社交老师 今天给你儿子找对象去 连你儿子相亲去 是不是一下子懵了 是有点的 她背啥 大娘今天多大岁数了 86了 86了 坐一坐一坐 那坐 是不是我们来吓一跳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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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知不知道那个我们给你儿子找了一下啊 不知道 对 不知道 那你知不支持啊 我不管 啊 我不管 她找我也高兴 找我也啥 我不管这件事 我也睡睡大了 所以她找不着急啊 找得下去 我手机也没办法 我也说着不算 蔡大哥的母亲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 嘴上说着不管 但实际上啊还是和自己的老儿子操心 你是不是还拿你老儿子当小孩似的呢 小人没回来 晚的晚回 她发展都是回来 我说这还有 我说这还有坏人员 不这么大了 她今天遇到坏人呢 不管年龄多大 在父母的眼里都是孩子 母亲最牵挂的 永远都是自己的孩子 可是孩子 终究有长大的一天 那以后 就如果给她找了个对象啊 那钱的话 你还放心 让放到她自己手里吗 那就是你只管 我就不管 你就不管就撒手了 那就是那么说的 那也得看看她咋样 就是咱得放心 对 好好过日日 别懂好些点的 蔡大哥如果成家了 也解决了大娘多年的心头病了 不用操心 不用惦记 对于蔡大哥以后的住处 大娘也有自己的打算 她有个家 我不都省心 那如果要是有家的话 你那个让女方来这住啊 俩儿一起在这住啊 那行 我这两个 她住一住 你不会觉得不方便呢 那没啥 老人上了年纪 喜欢热闹 儿孙满堂 其乐融融的日子 是大娘向往的生活 临走时啊 嘱咐红娘 一定要物色个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按照大娘和蔡大哥的要求啊 红娘联系到了 家住长春的赵福琴 赵大姐 赵福琴 52岁 离异 现居长春市 打工 月收入2500元 住房面积不到40平米 刚二岁的女儿刚毕业 赵大姐不放心 女儿一个人在长春生活 所以经常公住领长春的两地跑 男方无法接受异地恋的婚姻 因此也结束了这段短暂的婚姻 当时她离的时候我也说 就是你可要考虑清楚 我说这个世上没有没后悔要的 这么多年你觉不觉得 为了自己的女儿 是否自己欺账了很多 这个绝不后悔 我就是我的女儿的幸福 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 我都绝不后悔 我心甘情愿 我还会玩大岛屿啊 赶上网的 大伙来品尝啊 今天我们走进 带鱼罐头原产地 让您看得真真实实 吃得明明白白 原价199元10罐的 五香带鱼罐头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20罐 厂长再加送10罐 足足30罐让您带回家 不含色素 香精 防腐剂 请立即拨打秒杀热线 首先清洗 清洗完以后 需要在盐水中浸泡一个小时 为的是杀菌去腥 我们的带鱼去头去尾 指流中断 油炸好的带鱼 称重装罐 保证每一罐都足筋足两 再把我们熬制好的油 放到带鱼罐头中 让带鱼更加鲜美 罐头经过真空灭菌 是没有细菌了 这样吃起来更健康 更鲜美 五香带鱼罐头 具有肉质细腻 滋味浓厚等特点 开盖及时 方便快捷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30罐 请立即拨打秒山热线 4007102839 今天我们走进带鱼罐头原产地 让您看得真真实实 吃得明明白白 原价199元10罐的五香带鱼罐头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30罐 请立即拨打秒山热线 哇 真的太好吃了 还这么说吧 这桶鱼肉吃到嘴里 没有任何鱼腥的味道 而且一咬 它每一口肉吃都特别呢 并且特别的紧实 早晚熬个粥 吃上一罐 中午配个米饭 吃得特别香 而且带鱼是深海鱼 对我们身体也特别好 我家小孙女 一天能吃两罐 带鱼罐头确实好吃 女子一股特别酥脆 看着电视上渔民挺实在的 我就多买了几箱 花十罐的钱 就能买到30罐 真实惠 这会儿正好赶上搞活动 我一下子就买了两大箱 原价199元10罐的 五箱带鱼罐头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30罐 请立即拨打秒山热线 4007102839 你夫妻能过过 不能过 你就自己 你得扛起来 你这些咬紧牙关 你也得扛起来 这个是一个做母亲 怎么认 为了女儿 赵大姐甘心付出一切 这些年母女俩相依为命 为了供女儿读书 赵大姐宁愿去打两份功 再补再累都值得 更让她欣慰的是 女儿从小也是个懂事的孩子 她读书期间 她就是 我给她买的好看板的 时装满的 都是背着那块 就是有的时候 没啥事的时候 完了就穿上 就不穿学校的衣服 然后我女儿就这么说 妈妈也留着过年火穿吧 就是也不说的 说就是 感动是吧 对对对对 就想到这是孩子小 就说出那话 就是挺让我感动的 但是我为她付出辛苦 我不乱了 我都是笑的 我是笑对人生的 我待她 我也是笑对人生的 我就想到 这孩子这么懂事 我做母亲的 我也应该 我也应该这么做 我就是打两份功 我也高兴 值得 值得 也好都过去了 一晚也小的 都过去了 这些都不是个事 这些 非常好 就是现在这个 结局是很不错 现在她幸福 她幸福 我跟你说就OK 平凡的母亲 伟大的母爱 努力工作 为了给女儿 撑起一片天 如今女儿已经有了 幸福美满的婚姻 赵大姐也安心考虑 自己的感情问题了 大姐现在找啥样人啊 我先找就是工资稳定的 就是年龄不能超过十岁 你今年是五十岁 五十三 五十三岁 工资不是需要的太高 起码跟我们俩生活的 这个住房啊 最好是本事最好 因为孩子的本事 如果外地有合适的人选 就是他家 当地他有房子 他来我这也行 假如他就实在也没有房子 他外地的 这个人我也比较相多 有演员 是不是 我俩相处人 他住得来 那他就是没房子 我也可以考虑 赵父亲大姐是个善良实在的人 只想找个踏踏实实的人过日子 聊了半天 想起来给红娘一些人 还特意准备了水果 这个水果 我可是特意给你们预备的 那我自己 我买这个拿着买吃的香菌 你看啊都没那啥呢 我都特意买这个是进口香菌 今天 今天你们要不吃 我跟你说 我都给你们捧了 给你们 给你拿走 我都给你带走 我今天早上 我开心喜鹊了 哇 啊 我告诉你 佩佩啊 你啊 你就是我的贵人 哎呀 不管 不管我在你电视台 就是找到合适的好 找不到合适的好 我非常高兴 特别高兴 特别欢迎你们的到来 就是所有的痛苦磨难啊 全都翻篇了 孩子好了 孩子的任务完成 是最大的任务 苦尽甘来 往后的日子 一定会越来越好 红娘和赵妇勤大姐 说了蔡建群大哥的情况后 她决定见一面 这个行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 这个是蔡大哥 然后这个是赵大姐 你好 你好 大家这家是二楼 都好 金三银四 二楼更不错 稍微低一点 还行啊 还行 二楼还行 咱这也行啊 咱这我也咱这也不行 一百分都拿几分呢 就是 就是 人长的好发言 因为这个人是幸福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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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蔡大哥的卧室 错错错错 挺好的 我家就是两时疫情 两时 有小庭 小房庭 你原来有什么单位 我就是很有正式工作 我也是发工的 我有那个社区医保 我还有那个就是那个 重大病的那个医疗保险 这是我女儿给我买的 就是我几乎就是没啥负担 现在就算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我怕自己不说 人家那个能挣钱 不这也行吗 我觉得 就是这些能挣钱 就行吗 你这是什么婚姻状况 我一直未婚 一直未婚 我不想选择这么一结婚 他没结婚 他会不会是特性的 他会不会 因为他没有就是这个婚姻的 就是那个杂说阅历 赵大姐的担心 被蔡大哥一下子就觉察了出来 赶紧说明这么多年未婚的原因 有的人这是 女的不是物质利益挺 要求挺 我俩就出了半年 他就提出了我的产权问题 我的工资问题 然后到结婚的时候 你得给我多钱 他要了20万 一开家庭会议 所以这人不能同意 你还没啥地呢 你首先就要钱 要房子又什么的 钱人所难 钱人所难 也没结婚 那管你要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要到手了 往来他帮你碾回 不要你在那住 那你也没有啥 依据 两手做空间 对 没有平等 对 都给你家里人 帮你拿出来 那你这个都拿了 都给一大人 都给人家 往我这钱打进去 他对 其实他商量是对的 那要是真实女性的因素的话 那么我对的男的评价就够了 那他就恨了 我有两顿离异婚姻 然后这不是我女儿五岁 我和他爸爸 我们俩离婚了吗 2013年的时候 我来经人介绍 我来就是这个第二段 这个婚姻 我来爱婚姻 我来介绍之后 我们俩就登记了嘛 结婚了 然后13年结婚 13年离婚 也是因为我姑娘 才22年没结婚的 她也是对我看女儿亲上的 也是有点不太高兴 她说的 如果我和你女儿 你选择谁 那你们听得听这话 那你肯定选择姑娘 不能选择她 那如果要是大哥 碰到这种情况 你会像当时 他第二任丈夫那样 说你在我俩中间 你选择一个吧 我不会 我不会 既然看这种地方了 我就不能有那种想法 人家亲生孩子 你咋能本人隔离的隔开的 这是不对的 大哥这种想法 嗯 大姐觉得 谢谢大老师 理解 理解万岁 没问题 这个孩子很大 她的丈夫 我就说她找这个 第二任职门上 她选择 说这话也太自私了 那你必须得选择姑娘 年纪四 自己跳起就会 还能选择你吗 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这个比较高 因为她就是说 假如她就是光是说 没做到那里 但是她能说出来 她一个未婚的人 能说出来 就是我就给她加分了 那就给她加分了 嗯 在赵大姐心里 第二段婚姻给她不小的打击 蔡建群大哥的这份理解 在她心里是一种温暖的慰藉 就在此时 蔡建群大哥决定向赵父亲大姐 说一下家里的情况 不知道她是否会接受 我和我妈在一起住 行 那老人嘛 那正常 你母亲今天多大年龄 八十六了 八十六身体一定好好 还行 我妹说 你这母亲啊 你这八多岁说心里话 这是你的福 嗯 是 那可不 家有一老一当 有一保 那可不 你这个年龄还有妈 那多幸福 你看你多年轻 你看 因为我要大四岁 好像我比你大五岁 因为我要大四岁 好像我比你大五岁 当赵大姐知道 蔡大哥的老妈就在隔壁房间时 赶紧张罗着要去看看老人家 大娘 妈 你好 哪个是 哪位是 妈 你好 老妈 大娘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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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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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多大年龄了 八十六 哎呀 那还挺好 身体也挺好的 嗯呢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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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 别让老人上那五岁了 别整个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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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方便 坐这儿 你跟我进来说 别人家就要进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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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写了 你写了 没事 没事 我坐这儿 我坐这儿 来来来来 我坐这儿 来来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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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这儿就行 我坐这儿 我坐这儿 家里有老人多好啊 那呗 好啥 你主管闹的 不闹点 有老人好 有老人好 那都做子女的都巴不得 就是这个老母亲 多活几年 就是明活五年 都希望她活十年 好好地伺候她 照顾她 她省心 她越省心 越开心 她活得又长远 你男生说你班的女人 哎呀妈 你我老太子 我特别 就是累赘吧 我一看她特别笑死你 一听给我妈 最高兴 反而非就很高兴 对不起 自己人好 真是好像没结果婚 你能分开 这都很正常 赵父亲大姐 对蔡大哥母亲的态度 让蔡大哥觉得非常感动 也很难得 实际上到现在 两个人对彼此印象都很好 不过有一件事儿啊 让大姐有些纠结了 不知道当问 不当问 那你是想单独就是跟老人隔一齐度 还是来探望老人 你就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怎么打算 我就想跟我妈在一起 请不请不请 你要离开她 就还得我俩姐再来回跑 奔摸 我姐在 有一个姐在车站那边呢 我要是如果是跟这个老妹要结合呢的话 就不用他们了 那反正大哥不好意思 那就是果断地说 那个不行 不行啊 我又别看我是半路的媳妇 我指定没问题 她咋照顾我也不能比她差了 我就都好好照顾就得了呗 但是跟一起天天生活 这个我不同意 老人我一点我都不反对 坦诚地说 就是毕竟是半路夫妻了 对 是不是 咱们人家两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子 人家儿媳妇毕竟是原配的 对不对 原配的 而媳妇跟婆婆她都会有矛盾的产生 那我说的都是实话 天长日就天长日 假如天天在一起 何况这半路的夫妻 赵大姐对于蔡大哥的回答 有些许的想法 蔡大哥赶紧提出解决办法 这样就是我家南边路有套房子 你说上大溪楼您方便吗 方便 我家六楼 可以 上外地可以 上外地哪里 丹东 那儿还有房子 它这个小区一旁就是每家都是温泉 这样不错 就比如说你俩偶尔去担当 然后回来或者住姐家 冬天回那儿 夏天回这儿 对 大哥那你说或者你去那儿生活 或者去我家生活 经常来看望老人 咱几个人来照顾老人 轮流照顾 行 我肯定在这方面 我肯定不太懒惰一点的 就是反正我就是有点记忆 就是天天在一起 因为这个我还是说实话 毕竟半路夫妻 她是半路夫妻 她在认识你之前 她还有自己的生活 不能说跟你 认识之后就只有在这儿的生活 那是的 是的 是的 我想你们俩多一点这个相复 不得我家 上别厂 上别厂住去也都行 就气楼啥的 都行 住房这件事的解决办法 让两个人都比较满意 可是平时一向都是家里做主 这样的大事 红娘和赵大姐都担心 赵大哥一个人说的不算 正好当天蔡大哥的哥哥也在家 问问他是否同意呢 有些 其实他们俩就是俩人 其实闹得都挺好的 然后你对这个 我今天见了这大姐 你一样就打样吧 她初次见面看 我觉得挺好的 俩人其实刚才闹的吧 也不错 不过呢有一个地方就卡着了 大姐是个非常非常孝顺的人 就甚至会比咱们想象的 这种半路夫妻的儿媳妇 做得更好 和老妈住在一起生活的话 会有些不方便 这个你去丹东住也行 去西楼住都行 没问题 哪怕就是说我们在 不和老人天天在的一个我 就是说老人有事情 别看我就是说的和你兄弟 假如真有这个缘分 就是生活到一起了 就是老人有事就半夜 大车都过来 你们愿意在这又在这 愿意上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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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们两个好就行 有了家人的支持 俩人这心里就越来越有底了 对于蔡建群母亲的这个做法 赵父亲大姐特别能理解 而且觉得大娘这么做是对的 如果我们有缘分的话 这工资怎么安排 工资我不管 都有你负责 就是我要是再去干活 那我的钱 一千都给你 我不管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没问题 你看啊 都说逢喜鹊有喜事 从俩人一见面啊 蔡大哥满心都是赵父亲大姐 赵大姐心中的种种顾虑啊 蔡大哥都一一为她解开了 现在的话大姐觉得呢 是不是心里舒服点了 这是我可以考虑的 大哥表个态吧 我没啥说的没啥 我啥说没有 我就是怎么都行 就是老妹说的 我都按她的意思办 她对我要是如果满意的 我对她啥说没有 我想找一个能管事 能管理自己家那个家事的人 那好像对于我来说没问题 太好了 求之不过了 咱俩尖的那个喜鹊 我还跟你说喜鹊的事是不是 是 上我家 这飞飞姑娘给我说 我俩还握手呢 我说这 她说你尖的喜鹊啊 这好 好事 这样圆满的结局 正是在场所有人都期待的 要是我老妹要同意的话 我就可以留个人积方式 这怎么都行 嗯 可以 那行 处处看看 行 那就处处拔呀 那你俩就要好好处 可以 好 好 好 希望她能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 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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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有什么结果 可得告诉我呀 好好好 她必须一点 对 对 其实这个歌她不招了 我都得招了 我说我俩这个缘分 可是通过电视台呀 就是 电视台是我们这介绍人的